正所谓眼线画得好 电力不得了 理想中画了眼线的眼睛是这样的 双瞳碱水 炯炯有神 而现实中 你干什么呢 画眼线呢 你这眼睛画得太粗了吧 你这和理想之间 差得岂止是一条眼线呢 不知从何时起 身边流行起了一股 用物资指挥倒车的潮流 视频中的小姐姐 正用一段优美的舞蹈 指挥着车辆倒行 舞姿曼妙 指挥到位 轻盈多姿 这个指示脑洞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用物资指挥倒车 下面这位姑娘 觉得自己更好 注意力往这集中 都给我瞧好了 姑娘 你是戏经学院毕业的吧 能唱出天籁般的歌声 是许多爱唱歌人的梦想 哇 这歌声真是清晚悦耳 简直媲美顶级歌手啊 但真的是这样的吗 这腐朽能成神奇 全靠调音师啊 全靠调音师啊 从鬼哭狼嚎到顶尖歌手 我们只差了一个顶尖调音师的距离啊 现实与理想的距离还体现在方方面面 挑战跳远时 有人一跃而过 有人一跃而摔 挑战攀岩时 有人如履平地 有人 留在平地 挑战投篮时 有人接二连三 赢在巅峰 有人一败涂地 输在起点 也是 还没想见 你 这是 更甚至 不是 不